19月28號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中共對外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 國際貨幣所特聘研究員翟東升 在上海觀視頻工作室的直播中演講 大家發現沒有 所有的危機不管是銀河號事件 還是炸大使館 還是撞了飛機 所有事情全部是床頭吵架床尾盒 兩個月之內搞定 什麼原因 那這兒我拋出一個可能又要是暴論了 就是因為咱們上邊有人 就是我們在美國的權勢核心圈 我們有我們的老朋友 中共專家如此公開高調炫耀 中共如何滲透美國權勢核心圈比較罕見 這段視頻迅速被網民轉載 不過網民很快發現 其中有一段關於猶太老太太的故事被刪除 根據網民翻拍保存下視頻 翟東升披露 2015年習近平訪問美國之前 中共某個部門計畫在美國知名書店 政治與散文書店 舉辦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英文版新書發布會暖場造勢 並委託翟東升做主持兼嘉賓 但因為臨時決定 時段早有安排 而且書店老闆對中共非常有看法 不願配合 當時一位猶太老太太迅速幫中共解決 翟東升也得以見到這位功臣 他介紹一位大鼻子老太太 一看就猶太人 老太太聽我誇她口音好 得意了 我告訴你啊 我不但會講中文 我還有中國國籍 我不但有中國國籍 我還有北京市戶口 長安間邊上東城區有套四合院 老太太的身份是什麼 就剛才我們講到的 全球華爾街某著名金融機構 頂級金融機構的亞洲區的主材 不過翟東升坦言 08年之後華爾街的地位下降 更重要的是2016年之後 華爾街搞不定川普 這些老朋友試圖在貿易戰中幫忙中共 但是利有不歹 他隨即畫風一轉 但現在呢 現在我們看到拜登上臺了 傳統的精英 政治精英 這個建制派 他們跟華爾街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大家看到吧 拜登的兒子被特朗普說 你在全球有什麼基金公司 發現沒有 誰幫他建的基金公司啊 明白嗎 這裡邊都有買賣啊 他這話說的啊 大家都知道 言外之意是誰給的錢呢 那我想不言自明了 自然是中共給的錢 他是自己說走了嘴 把中共在西方世界畅通無阻的 這個金融外交的這個祕密 說漏了 說透了 翟東升不僅沒有避諱拜登兒子的硬盤門醜聞 還表示此時中共在以恰當的方式表達所謂的善意 是有戰術和政治價值的 當天參與討論的還有其他中共專家學者 但沒有人反駁翟東升的觀點 是一個系列的